看寶貝的時間又到了 我是龍哥 我是馬恩霞 今天為大家呈現第三線寶貝 對 第三線寶貝比前兩間要好得多 重要得多 暫時機上我沒給龍哥看過 沒看過 對 我就是因為一直放在小屋裡邊 因為他要拍T5正好拿出來看 因為最近比前兩間要好很多 就是不能拿到前面去 只能在這檯上看 對 所以大家一會兒龍哥會進去拍一段 然後分享給大家 好不好 大家稍安不早 現在馬老師開口 打開 大家就看到 是吧 這個吃麵挺好 吃了麵 對 我前天我發給朋友圈 然後 大家可能對這個器物本身是在沒有學過的 這個陶瓷史或者對於時代沒有任何 就是基礎的時候會對它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但實際來說對於陶瓷來說 這件器物的寶貴程度非常難 我給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之前看那兩間器物呢 第一件那個綠釉的 我說澤洛瑤那個唐中晚期那間器物是典型的瓷器 剛才在之前那間大的杯子 我說向左耀的裡面帶直釘的帶肌肉那個杯子 其實它的燒到溫度並不是很高 沒有達到沒有完全達到瓷 它其實是把酥胎燒好之後呢 再一次是有燒的另外一種低溫的釉 所以它沒有完全瓷化 到隨帶的時候才慢慢把瓷器燒成 一個正常的一千兩百多度的瓷器 就是大家現在可以大家平常入那些茶碗啊 什麼的可以看那些當當的想的一些 那是正常的瓷器 瓷器和陶器完全是兩個概念 陶器大概在燒的溫度八百到九百度 瓷器要達一千兩百度它是瓷器 這件器物是陶就是又是不一樣了 剛才我說那件大杯子呢 它是借乎於瓷和陶之間 硬瓷或者硬陶類 這件是陶器 但陶呢它的年代 大概跟剛才那大杯子是一個年代 就是說北朝時期 就在水再早一點 但這個器物不是老百姓弄的 就是佛教系統弄的 就是叫黑陶七一波 它的名字叫黑陶七一波 那個時期呢 寺廟裡面 其實它有資格去用一些金銀金屬件 也可以用一些更加貴重的玉呀 麻鑼 但是它不弄 因為那日的信仰認為 有些很貴重的器物 不太適合佛教系統來使用 所以他們喜歡陶器 陶作為寺院的供奉用的 祭祀用的或者這些 殿堂來擺放的器物 在大量使用 這種黑陶七一波呢 有小號有大號 這個是偏大號的 器型呢 從偏矮一點又偏高一點的 它的器型決定它的時代 這個時代是偏北朝不是偏燙 所以在唐代一些寺廟裡會出土很多的高神的 就是胖胖頓頓的這樣黑陶七一波 都是黑陶七一波啊 但唐代的時候 一般比如神秀墓出現了一堆一堆吧 在洛陽博物館 那是高神的 尖底的 這件比較要早一些 嗯 它的高級呢在於首先它是黑陶 八百到九百度 但它燒好之後它上面拿大漆就整整裡邊塗了一層 就塗成大漆里外全塗的蠻的 嗯 大家試想一下如果一件淘漆 塗了大漆在不管它什麼個埋檔條件 如果它表面那種漆會很容易脫落的話 就變成了一個就像黑陶沒有漆了 所以很好的漆 我這個時代很好的漆 它的漆的表面付足力極強 嗯 也就是說比如同時漆的會有付足力差的 也有付足力不好 就是好的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當初在塗漆的時候肯定有非常專業的人來做 就普通漆物可能漆馬上就掉了 但你當時當年來看的話可能都差不多 因為這是一個漆 但隨了一千多年過去之後 這個大漆的表面的附足物能夠這麼好的保留下來 說明當初的這件漆物的做工機器的優良 而且它表面有很多 嗯 比如說底足有很多 其實有布的絲綢的残留 残留漆 就是當年它在寺廟裡邊 它在比如說在某些環境下存放的時候 它是拿布乳圈裹好的 然後當然後來就會有泥水進來 然後慢慢會浸泡 然後倒我們下來出來 所以它是一個極其輕薄的一個東西 就是你看到它可能會拿起很重 它其實特別輕 嗯 怎麼說呢 從它的高級程度來說 要比剛才這兩件高級的多 而且存食量呢其實極少 就是能保留下來的極少 能夠能完完整整保留下來的更少 我們知道梅音堂也有 梅音堂那兩件的一大漆小是偏唐代 但像這種偏北朝時期的黑曉器 因為它是一個純佛系統中的東西 它跟老百姓跟皇族什麼沒有任何關係 就是 首先 它這件代表了我們時期 那個時期做磁的一個另外一種方向 而不是純的追求誘 它是靠大漆 它是靠大漆 來把這個器物整個包裹好了之後 而不是純的追求誘 然後放在佛前來進攻 或者使用 大家感覺如何 需不需要近距離 能夠為大家再拍上一段 然後留作紀念 如果喜歡的朋友 點贊彈幕支持 現在能夠把鏡頭拉近 給它 它首先很輕 嗯 再者呢 就它裡面有很多殘留的物 比如說金屬啊 金屬的殘留 殘留的東西 以前它不是單獨存放的 它當初在入葬的時候 應該裡面還疊放了很大的 其他的一些金屬的 比如波呀 瓦呢 它都放在一起了 所以它很多器物的殘留 包括這種銅鏽 都可以殘留在一起 看不到 然後它外壁呢 就在這個位置 其實是有絲綢布匹的一個殘留跡象 就當然是裹在這整個 旗衣的上面 其實從後面看它形更好看 就是它做工只機器也好 對 裡面就是一個稍微收起來的一個 一個器物狀態 就典型北朝時期的 OK 吃飯了 拍一拍 我們結束視頻 三間寶貝大家都看過 喜不喜歡呢 龍哥喜歡 我相信 在平台上所有收集古玩的朋友 收藏品朋友 喜歡 古美藝術的朋友 都會喜歡這幾件寶貝 很難得這個機會 如果你刷到這個視頻 真的你太有福氣了 好吧 那我們就趕緊結束視頻 分享生活是一種快樂 我是龍哥 感謝關注 美的動畫 我們下一期 不見不散 到時候我跟馬老師兩個人搞一個 什麼什麼這種 健保類的這種節目 是不是 讓馬老師做主角 我做一個配角就可以了 健保嘛 健保大事嘛 影響 看把背還行 行 好了就這樣了 拜拜